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消除 學佛矛盾的現象 我們以前在廣直道上說 人死了就不得了 麻煩大了 但是輪迴之所以然 我們看到很多報道都沒有說清楚 對這種事情實在說得清楚 說得透徹是在佛經裏 特別是在大聖經論之中 先是真正認識了宇宙人生的本來面目 法雖然說得好多 我們學佛的同修也聽得好多 也看得好多 但是對眼前的境界仍然謎執 沒有辦法看破 不會放下 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是對經論上所說的那些道理 事實真相 沒有差不多 知道有這樣的事 但是不清楚 不明夠理 所以才產生 學佛矛盾的現象 念頭總是轉不過來 沒有辦法將輪迴心轉成菩提心 或者好像寧言經上說的 常住真心 只要將輪迴的妄心轉變成常住真心 那個人就超凡入聖了 那個人在佛法裏面說究竟解脫了 這種是佛法殊聖的地方 諸佛如來對一切眾生的期望就在這裡 希望每個眾生都覺悟 希望每個眾生超越輪迴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打開啟小鈴鐺